2018年全国拆维力度加大,无论是北京上海的临街维建,还是陕西秦岭的别墅群,只要是没有手续的维建就照拆不误,拆维建与书郡河道结合,在长江流域也是轰轰烈烈,但是有一处没有手续,的在湖北俄州长江江心的一处建筑,却不再拆除之列,不但不拆除还要加大保护力度,这就是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观音阁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厄州观音阁市国务院2006年5月25日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属于古建筑类,时代位元至轻,观音阁长24米,高14米,以红石青砖气臼,与龙盘基巧妙的融为一体,在长江江心,这是一处非常独特的古建筑,图片来自东方IC,观音阁,又名龙盘基寺, 位于厄州市区东门外长江之中,于明清武昌城阁将相望,观音阁为宋代提名,时建有小阁,后系元代建一铁山所建,距今达700余年,厄州观音阁距离市中心约一公里,因浩浩长江自巴蜀至吴松口中仅此一阁,故又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阁,图片来自东方IC,因浩浩 浩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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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露出全貌,助力于鄂州市观音阁公园大地府看长江。可见一传型谷歌突兀在龙手之上,凌空虚弦,横江而逝,这便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鄂州观音阁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格身以红石青砖气臼,是典型的木框架结构亭格式建筑,格身正必捐由观音阁三个囚禁的大字。 进格正门石碑上刻有出自清代观文手笔的龙盘小度四字,格内有一亭三变二楼,纵面积三百多平方米,自西向东,分别是观兰亭、东方朔殿、观音殿、老军殿和纯阳楼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观音阁下如同传弦样的龙盘机,既减缓水势,又顺势泄流,格与机巧妙的融为一体,又巧夺天宫之妙,更显得雄俊美俄,气势磅礴。 展现了古代工匠奇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2017年7月26日,摄影师用高清无人机、航拍,到格尖墙的格深,一露出观音阁三个囚禁的大字,当长江洪峰经过的时候,长江洪峰就会水骂楼阁,只剩高层窗口,在湍急的江水中宜然屹立,百年不倒,成为网红被人们称为格尖墙,图片来自东方IC。